钟阿姨有呼吸疾病 肺部很多痰排不出来 接受肺腹炎治疗一年多 她觉得帮助很大 肺里面感觉到 把那个肺里面的肺气吐出来 慢性肺阻塞治疗出了药物解烟 再来就是肺腹炎治疗 过去研究发现 通过这样肺腹炎 病人的肺功能也会进步 它后续因为天气变化 或极性恶化的次数也会下降 所以整个的照顾的品质 它的这个身体功能会提升 就像大众熟知的骨科复健一样 肺部也需要复健 但许多医院考量成本高 不愿意投入 它占了很多空间设备 以及人力 然后在脊肤上面相对又比较低 但是医院因为本则 要服务病人的这个责任 我们在投入 不管是呼吸治疗师 我们的设备以及人力 以及空间都希望提供病人 比较好的这个治疗的模式 强化肌耐力 能帮助肺阻塞患者呼吸 他们平常就是在家 都是会很容易的喘 那呼吸的肌肉力量 是需要去做训练的 那配合呼吸 他们在家的行动方面的话 也会降低他的一个喘的情况 台中慈激医院成立肺腹炎治疗室 已经七年多 成效良好 服务人数倍增 获得国家品质标彰认证 大爱新闻 李亚平 郭纪宗 台中报道 而在大林